各位觀眾大家好,又來到星期二 我和Stanley為大家推介一隻股份 Stanley是我們研究部的經理直耀輝 你好 上星期推出了一隻3378 客棟廣舞 看看表現 先看看,就一般的 恆子這星期不是方向太多,升120點 反而你推了一隻3378 一推了之後,股價就好像不斷向下調整 跌幅方面顯著有半成左右 不過幸好你設定抹價偏低 當時是1.8毫半 就讓你買到 是呀,沒錯 你算是避免我,即是說是差小塊 比有少少差,是不是 都算避免,真的 其實表現上都不是那麼理想 你可以說跌幅都比我想論中大 但是你也可以說,因為在這星期的時間 很多的股份,包括我之前的推介 一會兒會輕輕說一說 表現上都做得不算是理想 特別是一路一帶的概念 基建這些的概念 基本上就在上星期來算 這星期來算 都有一個比較上幾大的股額 都跟一個視況有關 因為近期可能之前的時間 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你看一帶一路的消息 在近期都比較靜一點 不過今天就似乎開始有轉機 因為CPI做得不太理想 大家也都看到 似乎你要補增長的話 這些基建的鐵路的投資 都會繼續做 而連帶之下 一帶一路的概念 我都相信大家會再關注 所以暫時來算 都是用這個策略的部署 以過測做一個跌時位 既不合了的話 不妨持有先 好 Stanley 最近你的股份 普遍的走勢都比較差 是 我都明白 你之前是不是都有推薦2727 是呀 沒錯 是呀 想說回這一隻 是呀 沒錯 因為其實你推了之後 他見過高位 他很快會回落 是呀 如果我策略上是中了 策略上贏了 OK了 即是你一推的時候 真的去到5元 是呀 沒錯 去到目標價值賺了 然後現在又回落 除了今天 今天現在升上3.6% 去到4.36% 但是之前那幾天 就真的嚇倒了 什麼事呢 好像 是的 幾支的陰燭下來了 還想碰到一百天線 即是3.7%的位置 是呀 沒錯 今天又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基本上 自動推薦完之後 還有在其他地方都有推薦這隻股份 可能有比較多朋友留意了 所以 這一兩天 再做節目的時間 都有人打來問我 咦 發生什麼事 我買一隻2727 那怎樣做好呢 有些鞋好像 大概是4.4%左右賣 其實我都回答他 因為 這隻股份都可以申報一下 其實我都 昨天的時間 我都見到到他4.2%多 都說 咦 家人都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我都覺得是 都真的沒理由這麼划算 當然 之前為什麼跌得這麼急 最主要都可能因為受到內地 那些核電設備的影響 那些股份的影響 因為 都真的有些調整 這個板塊之前來說 上網上升得很多 而且因為之前都一度 都不斷說回 有很多的叫做沿海的核電項目 都可能會重啟 但是似乎到這段時間 都還是沒有消息 所以變相之下 這個板塊有一個比較大的 調整都不出奇 而且始終在上星期的時間 不是說那些叫做上網電價命下調 大家都擔心 可能會搞到這些設備 這個設備的板塊 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股價就有些調整 但是4.2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又可以買回 因為上次其實我的買入價 就是4.2元 其實去到我的買入價附近 最低去過4.2元 又是4.2元 所以你可以說其實在這些位置 你又買回 現在這樣照樣是買貨 提到5元這個位置 我覺得可以 上次推介的時候都說 這間公司本身 核電的設備 其實做得比較好 技術性比較高 所以我都相信 這隻股份 前景不會太有差 所以如果大家上次叫做走一雞的話 這次看看有沒有機會 正確以後人可以再買 可以博去5元這個水平左右 很少聽 Sandy 這個股份也挺有信心 當你研究得比較深入的時候 你重複要力人買兩次 其實是的 當你研究一些板塊比較多的時候 你自然知道它有什麼賣點 既然基本因素沒有怎麼變 都可以繼續有信心 可能之前就是上網電價下調 反應就比較大 其實不單是電股跌 電力股也回套了不少 沒錯 可以留意這一點 好 今天跟大家推介什麼股份 會不會有些難度 因為市有好像沒有方向 很高難度 很高難度 不是 基本上我想選一些 就是翻兜的 其實這隻都翻兜的 不過就很久之前才推過 好像2013年2014年 2013年中的時候才推過 講一年半沒有怎麼推介過 都可以猜 這隻叫做北黑遠東 編道754 基本上也比較冷漫一點 因為這間公司的業務 就不是大家那麼熟悉的 連這個網上也看得到 其實公司本身 都真的做了一些叫做推廣 什麼意思呢 就是可能有一些 我講一些簡單的例子 假設迪士尼開幕 可能要很多的安排 幫他做很多幕後的工作 公司就做這件事 甚至乎 好像海港城 好像這個叫做 海旁那邊 就是海旁那邊 基本上有一些的 Decoration 每逢聖誕一段時間 可能北黑遠東 可能會給一些 叫做idea 怎樣整法 之後呢 幫他整完 其實你說如果以香港來計 很多的叫做大型商場的Decoration 我想有一半以上都是他做的 最主要公司是要做這件事 還有就是幫一些公司 去做一些Marketing 幫他打響那個品牌 所以這些就是公司所負責的一個範疇 其實你從事這個範疇的公司 香港上市的話 應該只有這一間 這樣 我突然想起Landmark那個Mall 那個Decoration 很漂亮的 Landmark那個 他有沒有份做呢 這個我問過他 但應該就不肯做 不不肯 應該就不清楚 總之香港有一半以上 其實都是這些裝飾 就由公司負責的 OK 可能就是他們的主要核心業務 也可以這樣說 看到營業額佔比都比較多 我們等一下會給大家一份業績 事不宜遲 我們看看收入方面的情況 展示給大家看 截至2014年10月底子年度的業績 先看看收入 2014年是38億多 比起2013年全年 增長也有1.6 毛利是11億多 亦有半成的增長 反而信息了一點 就是毛利率 跌穿三成的這個層 是 其實就 我想單看看數字 其實都是 都挺多 可能要和我們分析 是 沒錯 基本上你看到 數字上來看 他的收入 毛利 經營日利 這一堆都是升的 有升幅的 這個其實你都可以說 都當是一個推薦的原因 因為公司剛剛出了業績 所以我也特意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公司的大數 這些大數的表現就不算差 我認同的 毛利率 經營日利率 適合地鐵座 但亦都可能和行業競爭有關 還有你都可以說 現在做這些叫做推廣的生意 競爭都大 所以就令到 你說這些毛利率方面 經營日利率方面 有些調整 我覺得是合理的 最重要的是 公司本身 其實就 收入方面 是理想的 還有就是 他派息 都不錯 不過這個可能 之後才和大家再分享一下 派息是五成 沒錯 都是你其中一個 推薦的股份 剛才你說 這間公司出了業績 我知道 下半年的業績 比上半年的位置好 下一版可以先看 有個比較給大家 集中在 紅色的圈圈 做個比較 和大家看看 看到的生長 都非常誇張 收入來講 又升三成過外 毛利又升四成左右 既然日利 都升一倍那麼多 順利又是很誇張 升九成那麼多 有些什麼原因 是不是那個 成本方面 就有些控制 還是純粹是多了project 令到他們收入多了 其實這個有些取巧 因為通常下半年 公司的業績是好一點 我看回之前那幾次都是這樣的 不過的確 今次就OK了 上半年期 其實相比之下 是一般的 是 你可以說穩健一點 但是 如果你以整個下半年來 你想想到公司的年度 截至到10月31日 你看回的話 其實下半年的表現 的確是相當不錯 特別在兩方面 第一就是 毛利率 第二 經營利潤率方面 都有個很明顯的改善 你看到下半年的經營利潤率 其實是有百分之九的 相比上半年的時間 只有百分之五 所以你可以說 下半年的經營的狀況 都真的有一個相當之大的改善 而且是真的 如果說派適方面 都算是相當之理想 所以這是一個賣點 好啊 你剛剛說到 他們本身 北黑遠東有幾個不同業務 都有不同的分佈 剛剛你說 香港大部分 起碼一半的商場 都是他們做Decoration 有些不同的業務 可以給大家參考 第一就是展覽和行目市場推廣服務 業務佔比超過七成多 七成二 然後找到一些品牌標籤 或者時局信息 佔比 業務佔比有一成二 接著有些博物館 裝修等等 主題環境 都佔比一成二 跟第二份的業務佔比差不多 接觸比較少 就是一些會議和展覽管理 其實又有問題來了 因為你說到業務佔比比較多 就是那些展覽 或者是Marketing 沒錯 一看就知道 會不會真的好看整個經濟大環境 你展覽 如果你經濟差的話 可能參展商又沒有什麼異辱 或者少了Budget去做事 會很影響到他們的盈利表現 會是的 而且你也可以說 經濟大環境 影響是很顯著的 不過 公司都有很多的賣點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看回公司發展的歷史 那個情況的話 基本上就有很多大客 其實這次沒有什麼列出來 但是一會兒大家會見到 有個別的公司 都比較熟悉的 但是你說以公司近年來計 基本上都將焦點 可能放在內地方面 因為事實上 內地的發展空間很大 因為很多公司都想打起自己的品牌的名字 因為經常說要衝出去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內地有很多的商機 特別是在頭兩行方面 推廣 可能要做很多公司 要做很多推廣的項目 大家看看是區域佔比的分佈 大中華地區一定佔比最多 不過增長的幅度不是太多 由10年大約52.3% 去到13年最多的 62.14%佔比 突然去到14年就縮了 這個一直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佔比 沒有太大的改變 反而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中東地區縮了下來 之前10年有9% 去到14年就4%不夠 多了資源就放在其他地區 差不多接近一成那麼多 是不是有什麼增長的引擎在其他地區 沒錯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去年的時候有一個叫冬季奧運會 就是這個索洩的地方 俄羅斯那邊 這個都是歸納在其他地區方面 因為其實公司有很多 很多的項目都是大型的項目 就是剛剛講到 什麼是下一張篇 下一張篇就清楚一點 因為事實上 講到這個公司的發展 其實它本身就有很多的 就是很多大型的項目 基本上公司都有份參與 例如之前的上海細博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 另外就有一個叫國際紡織機械協會 就是ITMA 這個基本上是一些 全球來說是很大型的一個 叫做一些項目 公司都是有參與的 而且公司本身都有成 這個行業本身做了三十年 都是歷史學悠久 而且很出名的 所以變相如果這個行業本身 因為你要靠一些知名度也好 甚至乎 要看一些記錄 因為如果你假設做一些項目 做得不好的話 你下次的機會就很難 但是公司基本上有人才 你可以說有很多設計的人員 一些創作的人員 所以變相之下公司在這方面的發展 就是相當理想 而且最新有一個叫Picopus 即是筆克加 亦都是你可以通過這個方式 令公司更加知道 就是那個叫網絡 更加知道要擴闊 都變成有利於公司的發展 其實現在都在看它的網絡 它全會做那些項目 很有創意 而且它拍攝的 全都是那些很出名的客戶 又說接下來就是上海迪士尼 這是一個很大的機密 亦都是跟它有關 在內地方面有拍攝一些大碼頭 好像在曼達方面也有做一些項目 還有新加坡 下一個例子又見得到 因為其實我也想講一下這些合約 你看看新加坡國慶的慶典 基本上由90年開始 公司已經負責這些項目 你想想一個國慶的慶典 如果你沒有做到是差的話 基本上你做不到這些合約 很大規模 沒錯 但基本上公司由90年代開始 已經一直做下去 沒有停過 另外就是當地一個格蘭胚治的大獎賽 其實就簽了一個五年的合約 剛剛簽了一個續簽了 基本上也是提供一些 看台的觀眾席 一些叫做VIP的觀眾席 以及車隊的包裝 其實這些項目本身 是否這麼容易做 絕對不是 甚至乎剛剛也提及到 那個索契那個 索契那個 那個東櫃洋人會 這些全部都是大型的項目 所以公司基本上有這些經驗的話 變相是說 他未來再拿大型的項目回來 其實那個難度是 相對來說容易很多 沒錯 剛剛說到就是在內地 或者是在新加坡東南亞 衝出亞洲的話 剛剛都有提到的 是否有些實質的合約在手 可以跟大家說 例如上海的迪士尼方面 一些宣傳推廣 或者其他有沒有一些實質的合約內容 可以跟大家說 有 基本上是很多的 連不齊 大家有興趣的 有興趣的其實 大家可以看看本年報 甚至乎看看公司的項目 因為你要列出來的話 可能是十幾二十項的 不過這些比較大型一點 還有你可以說大家比較熟悉一點 第一個是三項鐵人賽的場地合約 蔡敗薑大家可能未必熟悉 當然不要緊 第二個 米蘭細博 這個大家就有些認識 細博 就是之前上海的細博 但是就在不同地方會有舉行 每一年就是 那米蘭細博 就現在暫時基本上 馬來西亞 柬埔寨 阿根廷 和文萊 都簽了這個合同 由這個公司 由這個北克遠東 幫他就讀一下那個場地的設計 幫他搭建這一方面 另外迪士尼 上海的迪士尼 基本上也都找了去幫忙 就是做一些可能 或者做一些推改的工作 而第四就是這個曼達電影城 即現在首富王建林 那個曼達那裡 其實就不只是南昌 那麽基本上你說 可能是武漢 無社 這些都是找他幫忙做的 所以都反映了 其實公司在之後的時間 說的是新一個財政年度 甚至乎 打開的時間 公司的項目都是接中而來的 所以變相 也可以說 公司未來的增長都比較穩定 好啊 之前他們管理層也都說了 說在杜拜方面 都會有三個主題 是的 沒錯 他們集團也有份參加投標的 還有也提到美國市場方面 好像是不是又少一些 沒有聽話在美國搞些什麼 其實公司本身就真的很全球性 他有沒有說特定是 哪個地方少一些 是的 沒錯 但是近年來計 我想中國市場是比較多 因為有很多外國的品牌 例如你說可能一些車 甚至乎一些食品很多 甚至乎一些 可能是不同的一些機構 你想打大陸市場的話 第一樣要做些什麼呢 要給別人認識 即是KFC 這些都是 都是很多是 包括遠道幫他做那個 叫做品牌的推廣 所以變相你可以說 就是越來越多的公司 想打內地市場的話 都基本上是要靠北敲去幫忙 所以其實你可以說 有好一件的將來 公司的發展都是 平衡之餘 應該都會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增長 嗯 明白 好啊 看看第三個利好因素 為何推出這個股份 就是那個財務狀況穩健 首先就是說 他公司手樓上的現金 有成8億多 沒錯 就是是不是沒有什麼負債的呢 如果這麼多project的話 第二個問題就是那個派息比率方面 就說可以維持在五成的水平 就有個表給大家看的了 周適率呢 現在看我的報告系統 就說有5.5厘 是呀 很吸引了 其實我選的股 近來都是 高息為主 或者業績很穩定 是呀 沒錯 這些比較安全 就是好像之前的韋爾達 或者是韋爾達又覺得高息 那維他蠟就增長了 那白花油也是高息 那這個有5厘多的顏色 其實我覺得都OK 所以你看這些股份 用來放在那裏 可能收下顏色其實都不錯的 嗯 好啊 純粹是都提好那個派息比率 是嗎 五成 沒錯 都比較穩健 好 看完就是一個風險因素 剛剛其實我們節目都說到的 就是這個股份很受那個經濟大環境的影響 是呀 沒錯 現在內地的數據不太行 是的 通脹就是0.8% 剛剛今天出了 是 害怕通縮 整個內需的環境又差 因為盡頭一個數字又跌兩成 是 怎麼看呢 不過又來又這樣說 雖然你可以說經濟的環境是差 是 但是你公司 即是以個別的公司來計 反而你要加大一些推廣 因為你本身要谷生意 那你要更多人去認識你 所以變相就是說 這方面其實就是兩體 經濟差 可能你對於一些跨國企業本身 可能它要打出去的話 就是可能在那個叫做 promotion 那方面的成本 可能是會小了 預算小了 但是都不排除很多的公司 即是反其道而行的 谷的 這個可能性 但是第二個反而是真的 因為基本上 如果你是假設一些公司 可能做一些叫做 promotion 市場 這些 但問題就是它都會壓價 甚至乎你可以說 很多的公司本身 都希望當然是越便宜越好 所以變相有這方面的壓力 但是我相信公司 希望可以用個量補個價 即是假設你 毛利率可能真的有個 叫做調整的壓力 但都可能依然在那個叫做 叫做 所以SR方面盡量去提升 好 看看那個投資部署先 近來你講的升幅很多 是的 雖然就說回到百分之二 但之前累積的升幅都非常之多 是的 講到就已經去到差不多 又未到兩元 不過都貴了 其實它的股價近期又比較上 即是彈一些 因為之前就無可否認的價格 是跌得比較多 圖都是之前來講比較弱勢 但是我覺得公司本身那個 營利的能力 因為財政的狀況都比較是健全的 所以這些價位 不妨可以再考慮一下 即一個百分之二 我覺得是可以一個買入價來的 那一個中線的看法 大概是兩個二這個位 以過七 即這一輪的低位 作為一個指示位 兩個二 會不會有些難度呢 因為之前講的 就說11月7日14年那時候 在高位才見到兩元零五 那我就播去破頂 再破 播去破是破十一月那時候的頂位 但是公司的股價 其實在過去這一年的時間 其實調整了不少 所以我覺得今次的業績 加上公司未來的發展的話 要回到之前的高位 應該就不難的 好 非常之有信心 Sany 多謝你先 跟我們的詳盡分析 在752方面 先問你 本身有沒有拿著 沒有持有的 好 我們稍後再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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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